今天要讲的这个人有着香港第一本刘富豪,地产神童之称,香港股市,地产狙击手刘兰雄是他的贵人,周行驰等娱乐圈大发与他关系亲密,他还曾自铺行使,袁永怡,刘嘉玲,Medic等女星都曾和他传过悲闻, 破产后妻独自杀未遂,在47岁的时候,心脏病突发,应年早逝,他就是罗兆辉,罗兆辉生于1964年,16岁时出入社会做一名地产经纪,是一个杂钩,月薪只有当时的九龄云港币,然而不久之后,他就凭借着自己胆舌和能力冲进地产圈,一路顺风顺水,小小年纪就被人们奉为地产身头, 成为身家上帝的大富豪,之后还得到了刘兰雄的赏识,让他结识了不少各界大亨,超级富豪,他开始活跃于这群人之中,成功及身上流社会,一夜之间,山西边疯狂,在这之后,他开始大展身手,在楼市里与与的手,超卖各种商商, 除此之外,他在古坛上也是市场风云,1994年,他收购了香港有名的东方红集团,后以11.8亿港元购入国际的详恶控制权,并改名东方红地产,然而1997年的金融风暴,让这个地产大亨一夜之间,从天堂跌入地狱,身家瞬间变成泡沫, 还却下聚家六亿多,在这之后,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改变,先是在2000年商榻自杀未遂,2002年自故与十多名女星,明月的风流浸世,而是,05年被警方发现贩毒,藏毒,击毒的大罪,2011年已就是他47岁的时候,在广东东管因心脏病突发猝死,由于金融风暴拖累, 罗兆辉不得不将东方红的股权抛售,虽然后来在1998年,再次拿回了控制性股权,但是由于他的炒楼方面过于急躁,再加上当时的香港楼市不稳定,导致他欠下巨债,虽然他不断出售营销物业,但是仍旧抵不过巨大的漏洞,最终,亨生银行入地法院宣布罗兆辉正式破产,这成为了他自杀的导火切, 2000年冬至,罗兆辉在游艇里烧炭自杀未遂,最终获救,破产之后的罗兆辉向媒体自曝自己与十多名女性的风流运势,作为一个曾经坐拥好几十亿身家的富豪,罗兆辉也结识了很多女性,明月, 她的风流使在当时成为俄程中热门化旗,一时导致受识人员人心惶惶,她曾经豪言过,你给她一百万她可能不会就范,你给她一千万她可能也不瞧一眼,但你如果给她一亿,两亿或者是个亿,她能不动心? 不合常理呀,不就是睡觉吗? 喝水水不是水,其大大的言论令人咄舌,她自付曾以每月五十万元,多了告解外小姐两个月,后经本人正式告解外小姐就是袁永离, 罗兆辉说自己最早和L星影星发生关系,我很早就已经三百万,卖一斤好再送她,这名L星影星后来被人怀疑就是刘嘉玲,就连Magic也和她传过绯闻,有记者问罗兆辉,Magic是否生活她的游行参加迷幻太队,罗兆辉承认但她说是蔡先生想追她,自己只是加入而已,除此之外,还有很多明星设计在内, 而且她还公开了许多自己的私密照片,还有人爆料趁罗兆辉还私藏了许多录像带,拍摄她和女性交换的视频,2009年的时候,除了曝光自己的情绪,还大铺上留社会内幕,提供了周星驰的私密照,自己与孙家军的试吻照,女模LL失控照,有请欢迎派对照等等,尺度之大,令城中富豪坐立不安。 2005年,警方搜房发现罗兆辉与三名女子在狂欢,其中有人衣衫不整,有人人却恍惚,还有人直接告诉警方自己在吸毒,随后警方在房内搜出毒品以及造毒工具。 2007年,罗兆辉出庭寿审,承认自己存在贩毒、藏毒、吸毒三项重罪,并表示是因为自己破产导致精神颓废,想要吸食毒品来缓解压力,麻痹自己。 据悉,在2002年的时候,罗兆辉左脖子处还尝过一个毒疮,后来去巴黎治疗成功,之后,罗兆辉去内地发展,打算在广东东管东沙再起。 然而就在2011年1月24日,在某律师事务所签署合约,讲明下午夜转明时,突然心脏病发,被宋保医院紧急抢救。 但是抢救最终无效病死亡,想年47岁,罗兆辉的一生可以用爹当起伏来形容。 早年的时,后少年得志,意气风发,无人能及,然而人算不如天算,一夜之间倾家当产,争败名裂,沧海桑田,最后落得生名狼奇,应年早逝,实处悲哀。